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全日总结 我是菲琳文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 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全线向上 上升组合指数升37.3186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217.11527点 护心300升62.4091点 创业板指数升54.2405点 行指方面 今日收部21415点 升291点 国企指数升161点 报7416点 带私成交有2456亿 今个环节有Samuel做嘉宾 你好Samuel 你好 你好Vicky 见到今日港股 见到国务员也引发了 关于一个稳住经济的一男子政策措施的通知 内地股市也在下午后 表现越来越好 上证也升超过1% 今天港股方面 越升越多 特别见到科技股 今天的表现都不错 好像3690 就来出业职之前 今天升超过6% 而且成交也很大 因为MSCI收市之后换马 今天港股的强势 是否可以再看高一点 其实是的 这两天来说 整个指数的走势 的确是转好 自从过去那几个交易日 上星期真的慢慢突破到 一条近期的下降轨 其实走势算是不错的 如果以整个图表来看 由2月开始起计 亦出现了一条下降轨 暂时在上星期 即5月27日 已经突破了 所以整个走势 已经可以畅上突破 或者做了一个浪低于浪的架局 已经打破了 所以望高一点 亦都是无可厚非 另外一方面就是21,100 指数上方面 其实都同样地比较关键 因为整个3月至4月 曾经在22,400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双顶的架局 当时的颈线 就会放下去21,100左右的水平 所以你看到 4月底5月头的时候 曾经试过一次 上市颈线的阻力 上市颈线的阻力 但都未是很成功 但今次来说 就算是突破了 而且这两支阳烛 相对来说 没有什么上下影线 所以其实向上的支持动力 仍然是比较强 50天线这些位置 可以算是站得稳 已经反映了整个市况的气氛 明显地转好了 所以看到一些方网股 或者一些弱势的股份 包括一些手机设备类 或者说一些内需类的股份 都同样地有一堆突破 比如说一些啤酒股 或者说一些体育用品股 这一轮算是升得比多下 就是这几个交易日来说 所以就有个转好的迹象 或者有个叫突破下降轨的迹象 其实整体形势 有条件可以看多些 刚才提过 之前说恒指的高位 就是2月至3月尾的时候 曾经做了一个小双顶 就是22,400这个位置 在3月23日和3月30日的时候 都做了两三次 所以下一步的目标 就是恒指回到1,300点的横行区间 现在暂时在21,100这个底部的位置 向上的空间 亦都会是一条100天线的阻力位 即是要回到22,400的机会 仍然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这一刻 你说博指它在新的横行区间上落 现在才叫做再去追货 其实就叫做 都叫做有些胜算 最近港股的反弹 都是炒政策为主 内地保持着一个政策推出来 今天看到港股 在蓝筹中升幅最大 物管股 碧桂圆服务 今天收市升近8% 其实今天物管股 都全线做好 好像雅生活也升5% 但内房股反而偏远一点 好像这只沖海外都要跌0.4% 不过看回物管股 甚至是内房 近期又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政策 也都没有消息去刺激 今天为什么物管可以这么厉害 如果你说要追过股值的落后 可能你说物管股 其实也是跟内房股一样 相对来说 其实相比起内房来说 其实物管股有个别 可能会叫做比较低层一点 但总体来说 其实平均物管股仍然比较贵一点 有机会在这一刻 他拨打内房政策 包括上星期 曾经下调了LPR 同时间 郑州 或者说有个别的 就是叫省份 亦都下调了首付支付比例 所以就变了 对于他们的限制 或者对于他们将来拿新地回来的成本 有机会可能都同样地叫少一点 所以暂时就是 在demand driven的情况下 有机会内房可以叫做得好一点 然后再跟着物管 但是你说其实今天看到整个板块里面 那些内房股和物管股的走势 都不是真的叫做好一致 从龙头来说 即是说那些688 或者说1109 其实今天都不算叫做好弹得起 反而你说之前曾经受着一些 就是叫做债务问题 或者说可能一些整个杠杠效益 可能就是说出现了一些 踩到红线的一些股份 包括他们自己没有公司 有叫做牵涉到这些杠杠风险的股份 包括就是说说3319 就是说说亚居乐 另外就是说富力那些 融创那些 他们的旗下的物管股 今天是叫做升得比较多一点 所以就不排除是他们之前没有公司 就是叫做因为这些事件 沽得太厉害了 所以就可以轻轻地弹一下 但是你说相反龙头自己的 一些相关的物管股 就不算叫做好弹得起 所以就可能你说RNF 自己他们那扎旗下的物管股 有机会就可能做了一个 估值重收的状况在这 但这一样东西就未必真的叫做好长久 如果你说要炒整个内房转向 我觉得暂时也觉得 你说要追回一些内房的龙头 暂时还是叫做比较稳定 或者1516就是说 譬如你说的融创服务 今天虽然就叫做弹得 弹到11%上来 但如果你说要拉个图来看的话 其实都看得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已经是出现过很明显的下跌浪 而且你说宅着移动平均线 相对来说都叫做比较近一点 你说升一成都仍是 看到这些小小的阳烛的话 其实基本上这些波幅这么大的 也都很难说见到它有一个转向的迹象转 它们自己向上也都有叫做比较多的阻力 所以今天升得多 可能就有机会是之前它们自己融创的母公司 令到拖累到整个板块 或者拖累到整个系 它们的估值比较低残点 但就未是真的叫做好代表它们可以转小转 要追的话 我仍然维持之前你说要选择的一些龙头股份 包括说688和1109 暂时在这些位置 回调完之后可以叫做直博的空间 其实是叫做比较多一点 今天早上跟大家说过 有机会可以抠返 穿了22元左右 或者688相对来说 那个弹力应该就叫做比较高一点 另外呢 其实今天见到的生能源股 都非常之强势 这个板块一个个的政策打下来 最近刚才都提到 最新的任法一个 穩住经济一男子政策措施的通知里面 也都提到会走近推动 实施一批 实施一批的能源项目 之前也有一个500亿人民币 对一个再新能源的补贴之后 最新也都有工人国际 也都引述一下 中资电期预料下半年 可以取得当局更多的中央补贴 今天见到一些电力股特别厉害 好像2380升一成 亥允电力也都升超过8% 而光伏那边 968也都升超过5% 其实新能源股里面 有没有哪只 现在还可以追呢 如果你说 而只看今天的表现来说 其实会是传统的火电类股份 其实跑出的波幅比较大 包括牵涉到火力的 中国电力2380 以及836 润电 再加上华电 那些 基本上这几只 其实波幅明显地跑赢了一些 炸造光伏或者炸造风电类股份 所以靠着刚才Ficky说到的消息 基本上就有机会补贴 它们一来二来承受煤炭的价格压力 另外一方面 就是它们有机会在装机量方面 真的加大战比 令到它们可能在火电类的收入 和盈利的影响再度减少一点 不过你说对于个别股份来说 的成效未必真的有太大影响 譬如像你说润电为例 过往它们这一两年的业绩 都已经反映了 其实新能源的盈利贡献的占比 都已经超过七至八成 所以是否真的需要靠转盈 还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都是因为煤炭这个单一的因素 就导致它们的股价这么低残 现在暂时追过股值的落后 这一样东西都有机会 因为它们的股价都算是 由去年的高位滑下来 都已经缺了三四成左右的水平 所以就可能靠着一些政策消息 之前炒完一些手机 加电和车股 现在又炒一些发电类股份 就可以弹多一点点 今天来说它们自己的股价 算是轻轻突破了自己做了 横行区间的水平 以润电来计的话 整个三月 很多时间都是靠着 大概15.8 15.9 这些水平 然后底下 就会摆下去大概是13.7 左右 这里是它们自己做了 横行区间 所以可以自己计 13.7 量度上去大概到最尽 就是16元左右 其实这里就大概 2个多 即2个2左右的升幅 所以向上量度的话 其实都不错的 有条件 可以望回 挨着18元左右的水平 亦都是 之前说2月的时候 曾经有几支大的阴烛 可以尝试 補回第一支 第一支阴烛的顶 去到17.7 左右 这是首要的目标 好啊 除了新人元股之外 今天看到3点之后 那些传统车股 也跑上来 好像长期 也升超过7% 吉利升超过2% 因为今天 下午3点之后 有个消息 就说 税务局财政部 也都为了促进消费 亦都是减征部分 乘用车车辆的扣置税 一个通知 对于不超过30万人民币 2.0升以下的排量 乘用车 就减半征收车辆扣置税 其实这段时间 一些传统的汽车 传统的车企 都有些减征的税收的消息 两只可以追哪只 如果要以整体汽车的销量来计 其实今年的表现 吉利算是比较强一点 起码还有个位数的升幅 所以拼它 向上的空间 整个走势上 在行业今年的市占率 吉利有机会 可能跑赢少 但是暂时 要看它能否守得住 今天这些价位 下周的时候 也跟大家提过 过去这几个假日 它都是给一条一百天线 扎着 今天收市之前 没多久 就靠这一宗消息 可以夹回市场 的确是转好 如果可以 给明天去看 站得回到15元楼上 再去追货 相对来说 比较直博 不过2333 都同样地可以受惠到 因为今次这一宗政策 主要是扣字税补贴 对于原油车的 占比较多些的企业 一定是受惠多些少 所以这两只 暂时的看法上 都会比较类似 不过在今年的表现来看 吉利的销售量 的确是比较好些 所以可能短线间 可以先炒一炒吉利 不过长期 整体来说 走势都算是不错的 由今次的52周低位 开始起计 都还继续维持到 上升轨 不需要考虑做指示 或者指赞的动作 亦都可以继续 由它飘上去 好 亦都感谢Samuel 和我们这么详细的分析 和你申报会 有没有持续 亦有没有持续 好 感谢 今集节目时间 就差不多和Samuel 再听得到